旧西罗分局办公厅社已经完成了拆除作业 将要原地重建 云林县长张立胜是亲自主持了动土典礼 同时交请到西罗福星宫太平妈一家祝福 希望能够庇佑工程一切顺利 也期待新的办公厅社落成 让警察统整有更好的办公环境 西罗分局今日举行新听社的动土典礼 由云林县长张立善主持 连同参加的长官贵宾以及警察同仁 一同向太平妈祖祈福参拜 祈求工程一切顺利 并期待新分局的落成 在我们县长的大力支持下 还有议会的支持下 总经费两亿六千多万 建平地上四层 地下一层一千五百多平 那我们非常感谢 还有我们地区的议员 还有我们金友会 等等的地方的市政的支持 那今天的动土典礼 能圆满顺遂 我也希望说动土能这个期端 大家平安顺遂 把这个我们的新的分局 把它落成启用 现在警察负责的业务繁重 原本就有的厅社也因为老旧 已经不符合现在的业务需求 所以经过民意代表 警察同仁们的诚情反应 县府编列经费 将于原地新建新的办公厅社 我们新罗分局因为整个原来的办公厅社 老旧不堪 那同时他们也兼聚了很多的这些办公的业务 我们在108年经过我们新罗分局的一个陈情 那我们希望将新罗分局独立的 这个办公厅社的一个新社 那符合所有的这些专业办案 所有乡亲的一个需求 那也预计在112年的12月来完工 未来有了现代化的厅社 让警察同仁有最好的办公环境 也加强出勤的机动性 相信能更加提升服务的品质与效率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办公厅社的完善 那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 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 来专心上班 甚至也提高所有的工作效率 我们云林县警察局 我们的西罗分局的原警 在这么好的条件之下 要更加的付出 更加的为我们的云林县 我们的民众来服务 来做好我们的治安跟交通 还有富有安全的工作 谢谢 在施工期间 民众若是有需求要到分局 可以到西罗广新教育农员的临时厅社 来办理相关业务 而新厅社也预计在112年12月完工 届时就能提供民众舒适的洽工环境 记者邱显成采访报导